鼎心二董 魏英焦 今天是让出台北101经营权了 只是外界执意说 鼎心的101股权有87%来自于银行执借 鼎心自己只出了6.7亿元就拿下经营大权 外传马政府是摆明护航 那么立委更痛批了 101董做更是完全的被魏家给架空 他拿87%跟银行贷款 而且里面是跟公股银行贷款 自己只有拿13%的钱 拿67亿跟你赌这个147亿的 这个经营权 这样子的话你还没有办法处理它 这样就是无能了 立委狠批无能政府摆明护航 鼎心靠借钱也能主导101 鼎心持有37%股权 87%来自直借 自家才出资13%相当于6亿台币 成功以小博大简直毫无法治 官股基本上只未有股权 但是在经营权方面 似乎着力没那么的深 跟马政府的关系 其实跟人家感觉上起来也是特别的 除了借贷护航 就连台湾地标的101经营权 也拱手让人 范工股持有44%股权 鼎心位居第二 放任鼎心魏印交 担任副董监总经理 连立委都看不下去 101的经营政策 是魏家在处理的 董事长只是被架空的 只是一个抗榜 只是一个官股被尊重的外貌 靠着绝佳政商关系 鼎心魏家没在怕 就连三重土地开发 高达180亿的连带案 除了易银永丰确定退出 就算财政部公开喊话 拒待黑心企业 连带主办行赵峰盈 还没表态还没喊咖 卡在中间 政府的态度 民进的态度倾向是 你这个连带案 你一定要取消掉 可是站在银行的角度的话 那前面可能还有一些 可能其他的款项 外传三重土地 70亿的融资即将到期 就怕连带喊停 面临倒债风险 赵峰盈暂时以拖待变 银行目前应该是处于 比较被动的地位 可以预期得到 这个案子的话 应该是在连带的机会 可能会降得蛮低的 政府嘴上喊抵制 态度却硬不起来 护航疑虑严重挑战 执政威信 东森前新闻 众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